BWF世界巡回总决赛官方合作伙伴 SPOTOP冠名播出的宇宙快讯 让我们一起来看最近的雨谈都发生了些什么吧 首先是关于大马男双中宏剑和海卡尔 在斯亚德莫迪国际赛事上首个冠军 中宏剑和海卡尔成功成为羽毛球新一届超级300 斯亚德莫迪国际赛事的冠军 这对大马组合从8月份开始合作 在印度卢克诺的决赛中击败了日本男双组合 古赫章和栽藤蔡一 获得他们首个国际冠军 按照惯例我们先来看看网友们的评论 他们是马来西亚未来的宇宙之光 他们值得拥有最热烈的掌声 他们出色的表现真的非常对得起这个头衔 干得好中宏剑和海卡尔 恭喜我们的左撇姿 中宏剑和海卡尔 继续努力很快就能有属于你们的巅峰 在这次胜利之后 不要轻易放松警惕 始终保持专注 相互支持 祝对你们在未来有更多的胜利 除了马来西亚男双成功夺冠后 在南丹比赛中世界排名第48的 七诱人通过决赛中 击败第12名的西本拳泰 赢得了他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胜利 尽管在第一局比赛中显胜 七诱人展开了反击 以20比22 21比12 21比17的比分获胜 印尼选手费迪南下和维加德德 在这场赛事中克服了日本女双组合 金子右术和松油梅佐记的反击 以20比22 21比17 25比23的比分赢得了本赛季的冠军 前世界冠军奥远希望度过了一个充实的决赛 以21比19 21比16 击败了杰克斯菲德 赢得了本赛季首个冠军 下面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评论 资亚德莫迪印度国际2023年的宇宙比赛 真的是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胜会 非常期待下一场比赛 也就是来临12月13至17日 在中国杭州举行的 HSBC BWF世界巡回决赛2023 好啦 这期有SBO TOP冠名播出的 羽毛球快讯做到这里 Game on with SBO TOP 下周我们将为你带来更多更精彩的羽球快讯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见 Bye